也可以用Nine來聯繫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是Odo 雖然它是一個ERP起家的系統 不過因為它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 它們非常多功能旁雜的這個模組 那我們今天只有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會從幾個項目來做介紹 第一個就是整體來看Odo是一個怎樣的系統環境 然後我們會展示一下Odo常見的流程和應用 我今天沒有辦法去講ERP的模組 我會帶CRM為核心的應用流程 然後把前面的這個聯絡人的資料 或者是網站的模組 應該會有機會介紹到 然後最重要的 我今天就想要讓大家帶回家的就是 怎麼樣利用線上的資源來聰明的入門上手 簡單的就是能夠免費的用就是盡量先免費資源取得 然後有一些社群跟這個網路上面的資源 怎麼樣去哪裡找得到 那你假如公司想要套用的話 或者是要做開發 看看有哪些商業公司的資源 然後假如你是Python的工程師 或者是你會JavaScript 那有興趣可以把Odo當成是一個軟體來開發 這我也是滿鼓勵大家的 那今天現場的朋友還蠻多的 那我會邀請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參加的原因 然後今天想要獲得些什麼 簡單調查一下 因為有一些朋友是 因為這個之前就是開運教教我的常客的 可以舉手 參加過別場 OK有兩位 然後 比如說有沒有參加GNV計畫的朋友 參加過的 以前 以前有 好幾年前 好幾年前 OK 那 是公司要用然後過來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公司 這也算公司 那還有大概有三位朋友 是可以講一下你們的 過來的這個原因跟 跟想要獲得的部分 沒有啦 就 產品開發 看到這個人 然後想 標説一下他們 改動它 改動到什麼程度 公司需要開發CRM相關的軟體嗎 還是 對 CRM產品 OK 最近我看到他還有很多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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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轉控啊 一些跟專案有關的東西 對 就是可以想說 能動到 活生的地方去 了解了解 所以你今天有興趣了解這部分嗎 那我本身 本身 拍著他的學範圍 拍著他的學範圍 拍著他的就是 做被拿來用 然後 就是 做路由 把路由自己加 直接改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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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你說改沒有問題嗎 也做得很強壯 OK 可是他 一做到電腦裡面 所以在電腦裡面 他做 就直接用自己改 OK OK 對 好 那 那 我叫Kevin 那 我的公司的話 我負責的是公司裡面 內部用的CRM 現在公司就要用 對 我公司就是因為 我公司他的業務 可能比較特別 所以說他就變成說 本來用SalesForce 那他可能就不合用 所以就變成說 他是換自己裁判 然後我本來就是Rails的 跟程式 那 現在看 因為我看過SalesForce 跟HotSpot的介面 但是我其實對SalesForce 整體的 不是很熟悉 那我看到有這個介紹 想過來看看說 其他的 其他的這種系統的架構 是怎麼樣 你剛剛說 你們 那個 開發團隊 你主要是Rails嗎 對 OK 所以Python也有工程師嗎 Python OK 滿有趣的 那還有一位 我覺得 我自己是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 我對於那種EPR 和CRM的IT 都想要多了解 然後我覺得他 在我們一般 就是可能 比如說NGO 或社團 或是 就是有需要對於 對外關係管理 這個概念上 都會有用到 所以 其實我覺得他 第一個是 沒有那麼的不常用 那第二個是說 我自己現在其實都換到 Linix系統比較多 會有多面 就是Linix系統比較多 然後就會有困擋 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Windows的時候 個人版的 我沒有聽說 它叫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就是 像Outlook那樣 就是它比較 雖像是 CRM EPR的簡化版 它是 只Focus在你個人的關係 管理上 這種環體 是有的 可是在Linix上 就變成說 我們比較難找到 可以像Outlook 這麼成熟 穩定 然後用OK的替代品 那我原本是想說 那這種環體 我也可以先來瞭解一下 你還去當作一個 FMBE或什麼樣子類的 好 那那個 非常感謝大家 這個 我從小的 因為這樣聽起來 我也算是公司要用 那是重點 對 然後 這個公益特性協會 大概負責 就是做 不要通小型組織 財務會計的補導 那因為我們在做 補導的時候 就是慢慢發現很多 財務會計 就是 一些那種型的MBO 它其實 也沒有能力去PIN 跟業會計 那所以 如果我們在流程上 可以是直接用 就是有 會計功能的 系統的話 那其實對於 流程的流化 是對於直接有效的 對 那其實 就是 野心跟電影 我大概從去年 其實之前就有 在網上 就是 打過後部的資料 那去年 年底的時候 開首的協會 就是 正式在 跟 就是 包括 外方的企業法 包括 外方的企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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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台灣 有做檔商 因為我們都有 下廊 就是 做委員 在托導直到指示的時候 我們都受過關 所以今天就是 多認識 投訴的 更能力 謝謝 OK OK 好 那 我繼續我的 你要不要把他放 他 這個 好 那 上面有個 那 我今天的 今天的簡報內容 也會 再分享給 大家 在線上 那 原則上 這一份 介紹呢 我之前 大概 兩三個月前 跟朋友 他自己也是一個 就是 微型組織專案的 一個 負責人 OK 比較像剛才 公益協會 那樣子的 性質的一個 計畫 那 我跟他 介紹了 這個 他也是想要在 他們的 就是 這種 費力組織 裡面去 進行 那我覺得這個 定位也是蠻好的 那 今天 算是運氣很好 大家 都是 在這一個 出發點 大家一起來 交流分享 那 我覺得 特別有趣的事情是 因為 他在 應用上面 是一定要客製化的 所以我有跟他講說 你要嘛 你自己是工程師 要嘛就是 你要找到工程師 來 針對你的應用 做客製化 很可惜的是 在 那一個場合呢 我 介紹這個 來的 都是 可能只偏重應用 他們都沒有 那個 要去改 程式的 這個 能力 或者是需求 OK 那 可是今天來這邊 我原本想說 時間這麼短 我只能講應用 可是 來的朋友 都是有機會 可以去 做一些 客製化調整的 那 我覺得 滿好的 不過我們這一份 簡報 配合今天的場合 跟時間呢 還是會只 講到 那個應用的部分 OK 對於怎麼樣 改動 這一個 我有另外一份 簡報 那今天大概 沒有辦法 花時間講 可是 我想我們都會有機會 在會後繼續交流 OK 簡單講 就是沒有錯 歐杜這樣子的 開源的軟體 跟系統 雖然很龐雜 可是 它對於 有心想要去 研究跟 客製的朋友 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 寶山 那 我 還覺得 它有另外一個 很值得大家 去選用它的 一個原因是 因為 它系統每年都會 不斷的 累積成長 而且 它的開源資料庫 也能夠確保 我們 系統的資料 能夠不斷的累積 這個是在我們 套用一個 長期 策略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然後 歐杜另外一個 在開源界 它是 用戶最多的 三個軟體 那 這個大概是 三個月前的資料 就是 歐杜在 線上 下載 登記的用戶 有 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四百五十萬 你現在在用同樣的 數 就是去Google 話 聽說已經五百萬 OK 不管怎麼樣 那個數字當作參考 它在 Google 券上面的 這一個 關 就是 受關注的 程度 是有在提升 OK 然後 剛才也有朋友說 之前用國香 Salesforce 啊 那甚至 有一些 那個 就是大型的 ERP的軟體 其實現在 都有些人 考慮說 透過偶渡 才比較容易做客製化 好 那 我這邊 想要跟大家 講的事情是說 導入它 或者是 去研究 學習它的過程呢 有一些 起步的 比較好的原則 就是 你可能還是要專注在一個特定的應用跟模組 把它先玩到手 因為它的模組實在太多了 等一下我們會實際看一下 好幾 就是數十個 那 你先挑了一個模組 花一段時間 通常至少也要 一到兩個月 才能夠把特定的 這幾個模組 玩到手 然後 你可能還遇到一些狀況問題 還要跟夥伴一起研究 然後 我覺得它能夠 資料跟成果 累積的原因 是在於說 它那個 使用 PostgreSQL 然後 有一些 內建的API 可以串接很多的服務 這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譬如說 跟Google Canon的可以做串接 然後 它的系統 每一年會有一個 就是 版本的更新 OK 雖然現在年初 不過它每年 大概十月的時候 都會有 這個 Odo的 年度大會 然後 開發者 聚會 OK 那現在已經 把 就是十月份 表定 要介紹的內容 已經開始在 做release 所以 他們的開發能量 是蠻持續穩定的 然後這邊 他們最新版 是十四版 去年十月 推出 今年的十月 預計是十五版 不過不管是 第幾版 我想 差異上面 也不是太大 OK 所以十三跟十四 我自己 使用上面 操作界面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方便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他們導入了一個 新的前端技術 OK 那這個部分 可能是 開發的 朋友 會比較有興趣的 那就是他們 第十四版的 一個 介紹影片 那官方的介紹影片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看 我這邊沒有 可是 我會 建議大家 也參考一下 一些 第三方的 顧問公司 因為每一家的 那個CRM或ERP的廠商 一定會 老王賣瓜 他們一定會說 我們有多強 多好 可是有一些 第三方的 比較客觀的 顧問他們也會來 評比這些 不同的 產品 那他們的 這個角度 可能會比較客觀一點 好 我這邊就直接跳到 偶渡的缺點 在台灣 我覺得他有一些 在地化 資源不足的 缺點 這個需要 開發者 大家一起來 投入 那他在歐洲 非常的有名 他是歐洲 那個 法國 比利時那邊起家的 所以 在 法國 周邊 比如說荷蘭 德國 這個偶渡 非常的有名 而且那個 就是 採用的比例 也是非常的高 然後 他目前有進攻 美洲市場 然後 那個 占有率也算不錯 那亞洲 地區 算是這兩三年內 才進來的 那在台灣呢 大概是去年 才有一些 那個 就是 有一些社群 在起步 在推廣它 那 我 就是 有去問說 有沒有人的應用 是上台面的 我意思是說 公司內部的研究 或者是使用 這個 還算是台面下的 有沒有公司是 站出來講說 我們 大規模採用 而且 比如說 使用上很滿意的 這我還沒有聽說 所以整體而言 這個社群的能量 還有這個 商業資源的能量 還是要再提升 然後它的中文教學文件 幾乎中文的 都是 簡體字相關的 比較多 那我們 這個台灣在地的 這些 甚至連翻譯 我都覺得 還 還要蠻多的改善 然後 應用上面最基本的 基礎建設 像 金流啊 電子包票 物流模組這些 都還需要 就是 有人 投入開發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我這邊 簡單 講一下說 柔度應用的階段 我把它分成三種類型 那我們今天 在場的朋友 大概這三種類型 可能都 都會有機會 算是切入 第一個是導入階段 就是 你就去 使用 它原生的模組 它有這個 外部 第三方 開發 或者是 可以下載的 來安裝模組 那我把它稱為 外網模組 這是另外一種 應用階段 然後 你假如前面 導入 不管是原生模組 還是外網模組 你都使用熟悉之後 你就會有 客製開發的 這樣的需求 那是另外一種階段 在導入模組 導入的階段 你就是會使用 偶渡官方的原生模組 也就是說你 大概 大概 那個 一包 它原始的 排成的程式 下載下來 那裡面 大概你就可以找到 原生模組 它是搭配著 每一次的版本 試出的時候 那個 那個 統整 測試過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 你在這個階段 就是主要是做設定 然後去 試用它 然後你假如覺得它的翻譯 不夠好 可以很快的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階段呢 你假如是導入要使用的話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每一次不管系統升級啊 或者是怎麼樣呢 你的資料能夠保持順暢的升級 然後在 中間這一個外掛模組的階段呢 你通常就發現說 原生模組不夠使用 你會想要 有這個 第三方的 服務上所提供的外部模組 來補足功能 OK 那這時候就要注意到說 那第三方的 模組呢 是不是有符合 那個相容度 因為每一個版本可能假如 因為一些 升級的 的那個差異呢 造成 模組本身就 就是 相容性 不夠的話 那你就要 退回去 使用它對應的 這一個 黃度的版本 包括Python的版本 這些都是要去 注意的 所以這個階段 你就要 整體考量說 系統整合升級 是不是能夠 慢足 原生跟外部模組的 一致的需求 然後到了 客製開發的階段 那 你模組 雖然是依照自己的需要 去量身製作的 可是 整體的 升級跟相容 就自己要維護了 那這 通常就要有 專門的 專案管理的團隊 OK OK 好 那 這邊是一些 應用情境的範例 那因為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台灣 檯面上的 這個 範例 我是問 沒有問到 然後這些有一些國外的 的案例 然後你也可以參考一下說 比如說在 一個學校裡面 怎麼樣 從 自己開發一些 比如說 問卷模組啊 一些人事的模組 然後到怎麼樣跟 奧度 做整合的開發 這有一個 瑞士雲基大學的案例 然後台灣的都是一些 中小企業 台面下的使用 這個在 群組上面有人討論 然後 這個可以再 有機會進一步聊到 好 那 今天 我會帶大家 大家 大家假如有興趣有自己的筆電 你就可以到這個官方網站 然後 我們來 就 選定一些 你有興趣的模組 然後就實際 套用走 走過這個 操作的流程 就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想要 這個實際走一遍 那 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邊是偶渡的官網 我確認一下 應該很多朋友有 註冊他們這邊官網站好嗎 還沒有註冊 然後有興趣要註冊 有沒有 有辦法 就直接 我是用打可裝的 OK 是 那 你就是 就是自己有Source Code 自己跑了嗎 是 OK 沒關係 反正我現在接下來的重點 就是在於說 你假如有興趣去測試 他的商業版 自己裝的就是裝社群版 對不對 對 那 社群版的部分 我稍後還會再介紹 可是我現階段 就是請大家 你可以在偶渡上面註冊一個 他官網的帳號 然後呢 你就可以 有幾種情況 第一個 是一個月內免費使用卡 就是試用版 他的商業是 他的商業版是可以試用的 一個月 不會跟你扣款 也不用提供什麼信用卡 所以其實還蠻 有彈性跟安全的 然後呢 你假如只用單一一個模組 他現在號稱是終身免費 他有好幾十個模組 可是你假如選定其中一個 剛才有人說 我是不是可以拿他來做 比如說PIM 裡面他假如有PIM的模組 你就下載他來用 不是下載 你就線上使用他 終身免費 不用付錢就對了 雖然是商業版 可是他有提供單一模組 免費使用的服務 OK 然後呢 他有很多模組 那我們也有很多個免費的E-mail 其實你可以註冊很多不同的E-mail 然後你就測每一個都是免費的模組 我有單一個帳號就可以測很多個免費模組了 你很多個帳號還可以同時交叉搭配測試 這都沒有問題 偶渡他們就是還蠻佛心提供這個彈性給大家去測試 所以你可以 就保起來測沒有問題 OK 那我這邊就是有 這個 這邊有為我自己的帳號 OK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你假如你有你的帳號 就是註冊登錄進來之後 你可以 我這邊已經有兩個旧的 的這個 Opto的測試 而且他就跟你講版本 13版跟14版都有 OK 而且 因為我只測單一模組 所以他就跟我講是free的 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選單一模組 我可以終身免費測試 這個 畫面 然後假如 你自己 兩個測不夠 你還想測第三個 這邊就是 新增一個新的Data Base OK 那你就會到這邊來了 這邊就是我講的 嗯 他將近有十幾種 模組 好 那你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好 那比如說 你想要 做這個 線上的銷售 那你可以選這個 Sales 然後就點一下 OK 然後他就跟你講 你現在選了一個 嗯 一個APP 然後 這樣是不用錢的 喔 就是 嗯 用戶不限 而且 免費 那你就 下一步 就可以 那個 進去 做設定了 你只要選了第二個 OK 比如說你選了Sales 然後又選了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TOMSHIN 這個是公司有關的 模組 選了兩個 選了兩個呢 他就會跟你講 有15天的免費試用 OK OK 那 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假如你想要測兩個以上的模組的話 那你就可以多選幾個 因為 選了第二個以後 其實都是15天內免費 然後15天以後結束 就是 他就回收 所以你 既然要測 就多測幾個 利用這個時間點也沒有問題 OK 好 你假如用回覆只有一個的話 還是只有 這個免費的 好 那 這一個 部分 就是 這個 用 透過這樣的技巧 你就可以免費測很多的 歐度的模組 好 然後呢 我這邊 跟大家再繼續做 簡報的說明 就是 剛才我們是在線上的企業版 這個也可以做線上的申請 那他還 歐度公司還有提供另外一個東西叫 歐度 雪爾 對 跟那個社群版是一樣的 可是呢 有額外他們那個商業版的部分 然後你就把那個 這個 Git 下載的 結果呢 放到這個 AWS的雲端 自己安裝 這是他們提供的一個整合開發環境 那當然你 假如你自己有 那個 GCP 還是自己就是 AWS 那你也可以 在自己的 雲端環境 OK 然後下載 這個 企業版的 Source Code 自己跑 OK 這是企業版的部分 然後你假如是社群版的話 那就是在Github上面 有他們的這個 社群版 你可以下載 或者是剛才有 已經有朋友講 AZ用DAC 因為他們有提供DAC image 那你也可以用DAC來安裝 那這個 安裝呢 我會建議啊 還是用Limix的環境 會比較 比較順暢一點 對 那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下載 那一個 Windows的image 那個通常 跑一次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你假如 要再裝第二套 或者是要做一些調整 那Windows的環境 就比較局限一點 OK 然後 Windows的使用者 我會建議 用那個 Windows Subsystem 或Linux 對 對 那原則上 你等於是在Windows裡面 跑 像無邦圖 所以 他的環境 我自己平常都這樣用 那還是蠻像 Linux的 好 那第三種情境就是 把這個第三方的擴充模組 給下載進來 OK 那這邊有一些連結 就是 最有名的 這個擴充模組 的單位 叫 ODU Community 所選選 那 OCE 他們的擴充模組 就是專門針對 ODU的 這個 社群版 去做擴充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需求呢 是因為 情況大概是這樣的 比如說 ODU的10版 升級到11版的時候 他們就故意把一些 好用的功能 對 拿掉 就只有在企業版 才會出現 所以 他們每一次的升級版本呢 就會有一些 可能原本覺得好用的 功能 就只有在企業版出現 社群版就 不見了 然後 藏在其他的層次裡面 有 有一些 他們 不管是故意還是 不然怎麼樣 就是 嗯 因為你一般上去 可以看到他們 綠色是可以 進到那個 Faston 有分子 但是他們在做擴充的時候 下面有一些 正在看法的層次 你可以切到裡面去 那有可能 跟那個 沒有 比較不是 我講的不是這種的差異喔 你那些branch 其實還是屬於 社群版的功能 對 那我講的事情是 你就真的 只有在 企業版那邊 那個功能 才會有用 他們早期 雖然 有做這個動作 可是 好像故意 沒有把它做 沒有趕進殺絕 就對了啦 他們有一些設定 你只是表面上面 沒有設定的界面 你在source code 那我還是可以 找 把那些功能找出來 這個是 一些社群朋友 有找到的 可是官方一定不會 宣傳這件事 就是懂個人 你就自己 去把它搞定 然後 官方也會去抓這個東西 可是 10到11 這個情況 最明顯 11到12 就 就 怎麼講 就是把那些功能 就真的是 拔掉 然後明顯 沒有那個 怎麼講 再把它恢復的機會了 所以有一些 偶渡的 那個 老派的愛用者 他們就停留在死 因為死 那個版本 open source 的那個 功能 的那個 面向是最廣的 死一開始 就 越來越少 那 12跟13 大概就已經穩定下來了 有一些功能 特別是 會計相關的功能 到了12、13 就 企業版跟社群版就 分得很開了 OK 然後呢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OCA 是因為 有一些 會計相關的功能 甚至是ERP相關的功能 他們OCA 有把它再補回來 以前那些開發者 工程師他們就 就 照以前的這個 使用邏輯 他們就 針對 紅獨12或13 把這個 進入了企業版的模組 再寫回來 不管是開源 或者是 額外的收費都有 他們是用拆的嗎 蛤 他們是拆的嗎 蛤 他們是拆的嗎 就先擺一下 然後就開始去拆 它裡面的模組 然後用二十塊去 對 不管是 逆向工程 或者是就是 我造了它的那個 操作邏輯 然後 工程師 open source的工程師 就再做一遍 對 那這樣就 不會受到原本 license的影響 它是叫 Odo OCA APS 是這裡嗎 對 就是這裡 你去 我有看到 這個點進去 這個link 會有一個網頁 OK 那14也會用得到 13、14也會用得到 有喔 那就是依照那個工程師 開發的時候 對 開發的時候 base的那個版本 來做 OK 好 所以依照你實際的應用 那 我還是會一樣建議 就是你 假如用剛才那種 線上申請的企業版 最快能夠去測試 一個 厚度的這些模組功能 當然 你假如想要 開圓的部分 你想要知道 它這些模組的 一些什麼樣的一些功能 那你就是用社群版 好 那這邊就是到了 這個 這個模組 它功能架構上面的 一個 大概區分喔 我把它區分的三種類型 第一個是通用型的基礎功能 也就是說 你不管選用的 右手邊這些的模組 底層都會有這些基礎的服務 你比如說 Discuss 就是類似像 Line 或者是聊天 聊天室的這些功能 也就是說 你公司的員工 大家就可以在裡面開聊天室 然後討論 然後這個討論的內容 就會記錄在系統裡面 然後 行事例 大家的這個行事例 可以在上面 彼此 開會議的時候 就把 那個會議的人 拉進來 然後 Content 就是 你CRM 的聯絡人 的資料 可以在這邊做管理 然後它也有 這個 公用的網站 所以這邊就是 基本的 通用功能 不管你用 右手邊這些的 的 的這些功能 你底層都 它這幾乎都會送你 然後 應用場景的功能 包括像 E-learning 線上的這個 教學環 教學的系統 CRM 然後或者是專案管理 或者是 公司的人事的模組 然後另外一些是 跟外部整合功能有關的 比如說 Outlook 跟 Google Drive 做整合 跟CRM的 然後他們 新版的也跟Outlook 可以做整合 好 那 這邊就是給 有興趣要動手做 就跟著動手做 然後在 Outlook的官網 然後就 到 剛才那個流程走一遍的 你就是要有一個 我講的 電郵信箱 然後去收它 那個確認信 它會寄那個確認信 跟你講說 Outlook的帳號 跟系統 是可以用的 那就我剛才講的 單一模組 永久免費 然後 以前是超過一個月免費 一個月內免費 現在變15天 變少 OK 因為 你那個 E-mail 在三小時之內 會收到一個 確認信 三小時之內 要啟用 不然 三小時之後 你隔天 那個 試用的網站還是不見 有一個確認信 要啟用 然後呢 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 大概有看過 那我這邊 接下來 這邊有點跳過去了 這一頁大家看一下 它要填的就是 這個 你的 姓名或者是帳號 OK 那 你通常就選個 的面就行了 然後 把你的E-mail填進去 然後 大家都會想要選 那個 繁體中文 不過 在封網上面 只有繁體中文 所以你假如覺得困擾的話 你就是先選英文 再 事後再改 繁體中文 就行了 OK 然後這邊 線上呢 你假如填這個公司名稱 只要是寫英文的 那 就比如說ABC 那他就會 在 呃 官網那邊 會變成 ABC.odoo.com 這樣的網址送給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的 這個 我這邊 就直接用 我已經 那個 登錄過的 我之前有 就是 建立了一個叫做 MyShop2的 網站 在這裡 OK 這就是一個 用它 廣度官網 然後 快速建立的一個網站 然後我用這個管理者的帳號進來之後 這就是它的管理界面 然後我只選了一個模組 就叫做Sales OK 所以 這個免費的 Odo的網站呢 它就 送給我 這幾個 原則上是三個 三個模組 第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 公用的Discuss 這邊 好 所以 在這邊 我裡面 它就有一些機器人 它有一個 OdoBUT的機器人 會 比如說 要求 你的 browser 可以 允許它 發這個 通知給你 好 你講 這個 允許之後呢 那它 假如 內部有其他的 那個 通知的訊息 這邊就會跳出來 然後這個帳號呢 也可以 收 E-mail 它有一個 對應的E-mail 然後 假如有人寄通知信 你怎麼會看得到 然後你假如跟這個 其他的 同伴要做通訊 就把它當做這個 Line來使用 OK 比如說 你可以用這個 小老鼠去 標記 另外一個 同事 你假如這帳號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 那他講 登錄的時候 就會收到你的訊息 這個 大家平常 用Line 或者是 像Slack 都是這樣子用的 那他只是整盒在裡面 OK 所以這是 Discuss 那 中文叫做討論 然後這個呢 網站 原則上就是 所謂的 官網的Web site 那進來呢 你就可以去 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比如說 公司的 名稱啊 然後 使用的畢業 然後 公司的地址 然後聯絡的E-mail 這邊 都可以做設定 Logo也在這邊 然後 因為這個網站呢 有搭配這個 線上購物的功能 所以呢 你要去設定這個 付款方式 好 那付款方式 最簡單的就是 你把你 公司的這個 收款的 銀行的帳號 寫進去 那這樣你以後 那個 線上購物的 的那個 網頁呢 流程到要付款的 步驟的時候 那個 你的訪客就會看到 那個 付款的銀行的 資訊 那這邊都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假設有一個 商品已經上線了 然後 我現在開了一個 無痕的 瀏覽器 然後我連到這個 網址 我們就會看到 這就是 預設 選好的這個 網頁的畫面 這可以自己 客製化 這個 顯示的樣子 可以選 然後呢 他在 上面這邊 就有一個商店的 tab 你可以點進來 你假如裡面有著一個 商品 這可以在剛才內部裡面 做設定 OK 然後就可以做 簡單的 購物車的功能 預先 設定進來 我買了三個產品 我買了三個產品 然後到了這個 這個 去告的時候呢 對 他這邊就會跟你講 付款方式 這邊的 地址 就是 送貨的位置 所以是寫這個 訂購人的 資訊 這應該可以接到 公司 特別的 金流 有 可以接 或是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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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 國外的 所以那些金流 像那個 佩佩爾 那些當然 預設都有 你就是啟用那個 模組 台灣的呢 第一個支援的 就是綠件 然後版本就是12版 13有網路 就是有網友把它拿來改的 這我等一下有個連結給大家 他試過說 OK 那14版好像也有測過啦 也就是說 那個是 網友自己去hack 改的 然後可以用放上來的 那他 像他就沒有同編的欄位 假設 那我這個版本可以自己修改嗎 可以 你那個tember的自己改 然後 同編欄位 什麼的 他也有那個 因為國外 老外比較沒有統編這種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客製化 OK 那我們現在來模擬一下說 我這邊有一些 顧客資料 我要填一填 那這樣子等一下 我們後 後台那邊可以看一下 這個訂單長的樣子 好 然後 那邊 這邊 這邊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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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要停 還有 這個 有些地址要停 要檢查 好 這個訂單 已經填好 等於已經確認好 這個訂單了 你到了這個地級支付的 這個部分 他就會秀 因為 只有一種 只有一種 繳費方式的就是電費 然後這一邊的資料 是我之前在 剛才後台那邊設定的 就我講的 因為你假如沒有連接線上接流 那你就是把你的銀行收款的帳戶 資訊填進去 然後他到這個階段就會修這一段 OK 這邊就有訂單的號碼 好 這樣就算是一個流程 那當然 消費者就要 那個離線去做匯款動作 然後可能要 附上說我的那個 帳號的後無碼 然後對一下帳 這一段的在後台 就會長得像這樣 OK 我們剛才 這邊是後台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銷售的訂單 那他人工付款 那他訂單就會 從這邊停付了嗎 喔 你要自己手動去做 這邊 OK 這一個就是我們剛 那個填的這個訂購單 喔 他確認說 這個已經交易了 對對對 然後這邊 這邊的狀態就是 報價單送出 因為你沒有串線上金流 你假如線上金流那個 就可以把這個診斷 算是自動化做一下 我自己是聽說 就是 如果有朋友一個上線 一個學生 他有上線 他其實上線是 WooCommerce 穿 Odo 他說好 我看他穿什麼 不做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 都是有WooCommerce 那我也算上線 也算蠻認真的 只是我沒有穿 Odo 那我看好像就是說 這樣子跟WooCommerce相比 應該還是比不上WooCommerce 還是怎樣 就是他的這個 零售電子商務平台這個 你講的是說 假如WooCommerce 自己就接那個金流 對 因為他已經金流接好了 我只是要 Odo要重複上架跟金交存 了解 對 因為 這個 我這樣講好了 Odo它的強項是在整 整體整合的這個程度 它個別單一的功能 都比不上特定的 比如說Opensource的特定的軟體 我覺得它金交存好像還可以 因為那個都有來往 所以他們都有發報價單 跟那個採購單給我們 就是哪一回都有 那我感覺我做起來好像 思路好像是還行 只有電子商務網站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不成功 我們沒有測試度 他們電子商務或者是CM 都是比較後面加進來了 那而且在台灣這邊 就是還沒有人 剛才講的那些在地的資源 網站好像要錢 網站這個模組是上路 不用 這個現在這個模組不是 就是銷售的那個 喔銷售 剛剛那個電子 線上銷售好像是上路的 我們來看一下 記得吃 可以確認一下 我剛剛那個問題 我直接來這邊 他有網站 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 社群的網站 這應該是社群網站 剛剛那個是 我做商業版的網站 是嗎 他現在是商業版 他現在這應該是社群網站 他現在超市是社群網站 這個是社群網站 對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還就是那個 很多網址 用密碼還是什麼 忘記最初的地方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不然就重新建立一個 沒關係 這我們等一下 對 我們等一下 弄一個新的社群網站 社群版的來看一下 那我剛講就是說 這一個 訂購單 還沒有付款 假設 就是 你銀行那邊對賬過的話 這邊 這邊是未支付的訂單 這是二號 然後你假如做了確認 這邊按確認 然後他呢 就是代表 已經成功 成功 這個 可以開發票 這邊有創建 應收平單 訂金 這個是 這個 已經進入到這個銷售訂單的階段 他就會從報價收報價單送出跟銷售訂單 這個不同的階段 他會給你提示 這個是 他 這個 銷售訂單的部分 你假如新的產品在後 在這個 後台呢 想要新增的話 這邊也可以建立 新增一個新的產品的名稱 你要把行錄給貼上去 OK 然後這個在那個 有完成的話 在前台那個商店那邊 你就會看到一個新的商品 上架這樣子 我簡單幫你跟一下 電子商務在開月版 是免費 OK 好 對 我有印象是免費的 只是他其他的一些模組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有一些是要 只有商業版的才有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 我們剛剛 等於 把一些流程給跑了一遍 我們是針對這個 銷售的這個流程 好 然後 剛才填的這個 客戶資料呢 就會 在 那個 系統裡面 變成是客戶的名單 在這邊有 這邊的這個網站呢 裡面可以看到 到底有哪些人 連進來這個網站 然後客戶的資料呢 在這個銷售訂單 的第四個項目這邊 OK 那就進在這邊 OK 然後這些是跟 產品銷售有關的 的資訊 然後假如 你又 新增一個 那個 content 模組的話 那這些客戶的資料呢 就會再併進去 那個 content 連絡人的清單裡面 那你事後 就可以再透過 CRM 把 購買過 或者是 還沒有購買 可是對 你產品有興趣的 這些聯絡人 名單 一起做一個 客戶的管理 那他的流程大概 是這樣子 那簡單講 我們雖然現在是用 Browser來看 那他用 手機 你也可以 這裡 就是有簡單的一個 操作 操作 那操作的流程 大概是一樣的 他有支援這一個 RWD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因為你要講那個 神經操作 因為我們就是 實際比較多 7M來看 社群台 老師你媽 是不是目前沒有 就是台灣 就是比較 成熟的 那個 手機 你是說 操作過程上面 有遇到問題嗎 嗯 應該是說 你剛剛講的是 手機用網頁 然後他 他會有 就是想意識的調整 那 那手機有沒有 iPhone 因為企業版是有iPhone的 然後 社群版好像 有 查得到一些 但是好像 沒有相對成熟 在台灣人 他應該是原生 還是真的就是 對 他的 呃 企業版有 一個原生的 App 可以用 然後這只針對 企業版資源 對沒有錯 那我剛才講的 手機上面其實是用 手機的browser 所以你是把它當作一個 Web的application 來用 那操作上面 我是覺得還堪用嘛 因為我實際 有一些 就是比如說 你要選那個 行事例 那真的是會選得有點吃力 因為你知道嗎 行事例其實 不是用原生的 在那個browser上面 點是還蠻痛苦的 不過 大致上都還點得動 那當然你的手機 可能螢幕也要 稍微大一點 還行 然後 他的原生 確實是 針對 那個企業版 來做搭配 然後有一些人 呃 比如說用 Re-App Native 寫了一些 也適合 紅度去 去用的 這個 App 那 也有 Open Source出來 那 假如用這個的話 就會比較接近 Native的 使用的 情境 這樣子 不過這個都要 花時間去研究 有 所以我這邊講的是 原則上是 所謂的手機 就是用 手機的browser 去測試 還可以用 那這個是 我剛剛前面提醒大家的 你假如在官網上面 建的這個 就是一個系統 這個 啟用性要記得要回覆 然後 這個是 中間會問你說 要不要新增 你其他 同樣一起使用的 同事 這個可以跳過去 OK 那這樣 一切都 處理完後 那你就有一個 自己的版本 像我這邊 OK 那我這邊 再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花了快一半的時間 我們把這一段 給介紹完 是跟他官網有關的 這一個帳號 是 可以這樣管理 這個適用的 免費的 Database 你是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的 下載下來是一個PostgreSQL的 算是ZIP檔 你是可以在自己的Local 去再把它給restore回來的 所以 他某個程度是可以 從商 那個 企業版那邊 算是把資料 下載下來 你再回 回復到你的那個 企業版上 不過 因為 他假如企業版跟商業版 企業版 企業版跟社群版 有任何一點小的差異 就可能會 讓這個restore 是服務可能 很正常 對 因為他們 商業版的那個 資料庫 裡面的一些 跟他 開始放出來 社群版裡面 可能會不同 對 可能會不同 所以就是說 他們請 他的彈性好善 他的資源 或資格 他要用一些 錯把 那個 下載下來的 資料庫的檔案 那邊的能力 再轉 其他資料庫 你的意思是 你有 找到自己 自己的這樣 如果我是 NSC 我剛好要去找 那什麼 然後轉到NSC 我才有辦法把 我那個 測試檔案 到到我們 NSC 你有需要 把它轉到 NSC 嗎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 我們確定 客戶他的資料庫 OK 你是說 內部在 算是在測試的 這個 畢竟他還是得 其他會壓平 OK 所以 DV也是 不過 不過這個需求 好像 真的是比較特別 因為 你假如是要 用他的 Application 那 其實他整個的環境 大概是 一致性的 就是用Postco 對 對 他都是 算是綁的 他整個綁起來 然後 譬如說 我第一段要來 等別人的DV教 去找兩個DV 不一樣 轉換那個Tour 才可以 你轉過去 你也只是讀資料而已 所以可能 那個 他的 意義不是太大 因為 他們 會想要保護這個資料 進到自家資料庫 自家資料庫 對 有聽說是這樣子 內部的 這樣子 那 我這邊 再講 最後一段 是跟 那個Domainland 有關的 部分 就是說 假如 你有這個 你有自己的Domainland 比如說 在那個 Gandy上面 你有自己註冊的 一個網域 然後呢 你就可以 我們在這邊 看一下 把它拉過來 就是 你假如有自己的那個 網域註冊服務商 然後 你就可以進去呢 把你的 這個網域 做一個Mapping 這邊 這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用的是 Gandy的 這個 網域服務 OK 然後 我在 我的 DNS record 這邊 我就可以 選定 這裡 我有一個 C name 然後指向到 我 網路上面的 這個 官網的那個網站 那 這樣子呢 我設計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用 on.do. 我自己的網域 我自己的網域 也就是說你自己的這個網域名稱 你就可以自己定義 然後這樣子呢 它就會 它就會連到我們剛剛設定的那個網站去 所以它這個 要做網域的對應也是很簡單的 網域對應不收起來 欸 沒有啊 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一樣是 算是 它服務的部分 對 對 對 你假如是自己架了 當然你 那個 可能要設定 Alpha 7 跟Android X 之類的 OK 所以 光是用它 官網上面的免費帳號 你就可以 滿足剛才的一些基本的 這些需求 我確認一下 我們中間會有 休息的 沒有 好 那大家就 大家上個廁所 或怎麼樣 好 那我們 回到 蔣英這邊 我們已經差不多過一半了 好 前面這邊都講過了 那我們來 介紹一下 它有一些設定上面的 基本 設定值 會建議就是先 那個 設定完 跟人員有關的 資料呢 它有幾種 不同 管理階層的一個 權限 最基本的就是 操作 資料編輯的帳號 稱為 user 像我剛才 的這些 操作呢 都是透過 這個 admin的帳號 來做進行的 那這個 在 系統這邊 這個設定 裡面的這個 user 你可以 去 新增 使用者 系統的使用者 帳號 來創建 OK 界面在這邊 然後 權限呢 也是在這邊設定的 它的權限 會依照你所安裝的模組呢 來做 那個 對應的 設定 所以我們這邊 原則上有四種 模組 銷售網站 會計跟 系統管理 你都可以指定它的 這個 權限 然後 除了標準 編輯 那個 資料的 這個 帳號以外呢 另外一種 就是叫做 聯絡人的帳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另外一個網站 這邊 這邊 這裡有一個 測試用的 公司帳號 這裡面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 它第二種層次的 的帳號就是 聯絡人的帳號 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消費者的這個訂單 就會成為客戶 他也會被併進來 這一個聯絡人的資料 然後第三種層次的 這個 這個人員資料呢 就可以稱為是 公司的員工 所以你假如有安裝 那個 公司 影婆利 員工的 這個模組 那你就可以 再把 操作編輯的帳號 然後轉變成 是公司的 員工的帳號 那另外一種 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讓外部的訪客 也可以 有帳號 來局部編輯 那些問卷啊 這樣子的 的 群線 這稱為 portal user 那我們這邊 就是剛才 對 請問那個 coral user 有的 對 您的問題是 就是他的群線嗎 不是 我說就是以 費用來講 因為一般是用 user的數量 對 收費 我說coral user 會不會 以外的費用 不用 對 因為他不算是 系統的 user 他只 他只會 因為這一個數量 完完全全是 無法估計的 不好意思 換我問個問題 他在user 是收費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 他不要這個功能 就 沒有收這個費用 這個項目的費用 是這個意思嗎 比如說我的 A帳號 沒有那個 欸 我的A帳號 如果說沒有那個 沒有採 譬如說沒有 沒有採購 我不要採購 我們看上網一樣是有 比如說A帳號沒有採購功能 那A帳號 然後BC有 那我可以A帳號沒有採購功能 這樣用 對 沒辦法 他 他就是 你裡面 開了幾個帳號 然後 他是加綁的模型 他是就是 幾個模組 對 對 因為我實際下單 就有看過他的報告 對 那個是在 對 我們剛才這邊 的這一個 Try 這邊 OK 因為他是在 你選完模組 我們剛剛有測試過 比如說你選了兩個模組 對 然後 然後 你到下一步 他就會問你說 那 有幾個 就是 幾個人啊 好 那 你把那個人數也寫下去 讓他也會 有一個極速的費用 會跑出來 這樣子 OK 所以 但是在算那個 採購成本的時候 他那個網站會幫你 自動算出來 好 那就我所知 Portal User 是 不再 算計費的是這個地方 不然 Content 你用了他的 這個 對啊 你的客戶 數量多的不得了 那怎麼可能 當 來當作算錢的基本 那 那是不合理的 他是算使用這個帳號的 剛才聯絡人 國在這個帳號 對 這是裡面的資料 他是屬於使用門的資料 他不屬於使用這個帳號 然後這個 Portal User 其實是 從這個Content裡面 來做對應的 所以我才會 相信他 不是收錢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個是 也是 他 官網功能的一個幾個 畫面的提示 就是說 假如你開了一個帳號 然後他 還沒有 登入系統 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 這邊會寫 Oh sorry 假如你那一個網站 還沒有回復 他的那個 啟用的信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叫做 Pending 反正就有一個 等待你去啟用的一個訊息 記得要去把那個 啟用信 給回復 然後這邊 也是我覺得 那個 剛入門的時候 值得一提的 就是 你會很想要把你的網站 設定成 比如說 純中文 或者是純粹的 中文 跟英文 然後語系的設定呢 呃 他有一些技巧 第一個是 你先 啟用這個 叫做開發模式 開發者模式 怎麼做呢 在這邊 你到這個setting 我們這邊都 假如都用 英文會比較 統一一點 然後 拉到這下面 這邊 有一個 Developer Mode OK 你把它 點一下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 算是 工具的 icon 這邊還有一個 叫做 Developer Tool 這個都是 還沒啟 啟用這個 開發者模式的時候 沒有看到 有的話 這邊就可以 做 線上的 程式碼 或資料庫的修改 然後呢 他就會把 修改的結果 直接存到 資料庫裡面去 OK 所以就等於 有一個介面呢 你不用 去 那個 Source Code 的Label 就可以做 修改 OK 然後呢 在 剛啟用的 這個 開發者模式之後呢 再到 語氣設定 在這邊 Settings 的Language 這裡 OK 然後呢 這個網站 現在 是 選定 是 英文 然後呢 你就可以 加上 這個中文 在下面這邊 把這個 正體字 或是 團體中文 這邊擋勾 然後 把它啟用 這裡 應該要點一下它 喔 Sorry 應該要點後面這裡 然後 這裡 編輯它 然後 把這個 啟用 打勾 這樣 你就 在這邊 設定了 啟用的 英文跟中文 中文的部分 然後 它的 一些 設定的細節 比如說 ZHTW 像我們會習慣把它TW 給拿掉 因為我們這邊 中文就中文 所以 其實 還蠻 挪縮的 然後 這邊呢 它像這個 年月日的 格式 也可以在這邊設定 然後 你 比如說 一個禮拜第一天 是禮拜一 還是禮拜天 可以在這邊設定 這個是跟 語氣有關的設定 這邊 那你新增了語氣之後呢 你在做網頁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定 他 要用哪一種語氣來顯示 所以這個部分 也有介紹到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 你假如有其他的夥伴 跟你一起測試呢 你就可以開他的新帳號 然後讓他登陸進來 然後一起 就是練習 我剛提到的 像那個 Discuss 或者是 CALEN的 這些功能 那帳號裡面 比較複雜的是這個 他的存取權限 那 這個 就要花點時間去研究 因為不同的權限 會影響到 那個模組的操作 這我 之前 在 接觸跟學習的過程 我發現 那個 要注意的美感還很多的 好 那這邊 我們看一下這兩張圖 做一個 介紹就是 你假如 用的是社群版 那你會發現 他預設的 這一個 Banner的顏色是 紫色的 你說紫色也 其實 商業版也是紫色啦 企業版也是紫色 只是他是生紫 然後這個是 比較偏藍色的紫啊 所以我把它說成是藍色好了 社群版會是 藍色 然後呢 這個 企業版是紫紅色 看起來就是紫色 所以你假如有兩種 不同版本的 火度網站 你就可以看這個 顏色呢 可以提醒你 現在是在 是不是在企業 社群版的環境裡面 這樣子 所以你開了帳號之後呢 他會依照建立的E-mail呢 E-mail帳號去發通知信給 給你的夥伴 OK 那你就可以 再請你的同事 大家來登錄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個人設定 比如說修改密碼 修改這個 個人照片 這邊剛才講的 Discuss裡面有一些 基本的傳訊的功能 他有那個信箱 假如你有做 那個會議通知 這些都會在這個E-box裡面 然後他也有 Channel跟 可以直接傳訊息 這邊是基本的功能 然後這個在這個 站內訊息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斜線Helm 來顯示 他的說明資訊 然後他有好幾個 Channel可以去建立 那預設的是 General這個Channel 那使用小號鼠符號 你可以去標記 另外一個使用者的名稱 你可以上傳檔案 這個在系統裡面都會做記錄 然後這個呢 是 手機的操作的畫面 這是用browser 在手機上面 的一個畫面 他還是有做一些 Responsive的介面上面的調整 所以盡量已經接近 像Native的效果 然後這是Discuss裡面 傳訊息的一個畫面 這邊可以傳圖片 然後這邊呢 這一段是在講說 你假如有啟用這個 website模組的話 它是 Odo系統對外的一個窗口 所以你假如再搭配 像Events模組 Elearning Ecommerce Foreign 或者是 人事招募的模組 然後他就會在 這個website上面 有對應的 像活動 課程 商店論壇 職缺 這樣子的 這個葉籤 Table就會跑出來 所以 這個是他的強項 Odo對於 這些整合性的模組 他就可以 啟用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 新的流程再給串進來 好 那像 這邊是一個 電子商務的 辦理 我們剛剛有實際示範 然後他就是 啟用之後 會先 設定一下公司的 資料 然後 比如說 那個 訂購單的通知 表頭標位 做設定 然後 付款方式 預設是 電費 你就要填 銀行帳戶 公司名證 是不是有 所得稅 在 購物流程裡面 要顯示 這是他 設定 這個 銀行帳戶的一個畫面 這在後台裡面 會有這個 畫面要設定 然後 然後 那個 網頁的 商品呢 你就可以做 新增 我們剛才在 這邊 這邊 這個範例裡面 有 網站裡面 可以去 線上的商品 可以做上架 然後 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儀表板 是在做 那個銷售紀錄的 顯示 他把 就是這段時間 這邊的總銷售金額 總銷售金額 然後 那個品項 平均的 訂單的金額 什麼都算是做一個簡單的 統計的報表給你看 所以他把這些 基本的 銷售流程 的資訊都有做 這個 管理介面 所以你可以查 訂單 這就是 剛講的 這個 這個 商品上架之後的一個 簡單的頁頁 他的temperate 其實還蠻陽春的 而且 中文翻譯沒有完整 所以你假如 比如說選了 中文的介面 然後你發現 他有一些是英文的 不用懷疑 那表示 那個模組沒有被 全部給中文化 那些 中文翻譯是要被 還要再修改的 那這個是 後台 應該是企業版的功能 新版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前面這邊都 提過之後呢 這邊是在講 那個 講的你使用 那個 CRM的功能 就有一些 設定 跟他的流程 那 這邊 先 講一下 這個 CRM 固特的管理 他有幾個核心的 這個 概念 跟名詞 那CRM裡面 可能會成為 客戶的這些機會呢 他把它稱為 Aportunity 然後可以洽談的 潛在名單 他把它稱為利的 然後每一個潛在的客戶 隨著他 那個 是不是會 訂購你商品的 這一個 階段呢 他有分成幾個 預設的 預設的 不同階段 稱為 新的客戶 然後還有 持續跟他 互動 然後到提供這個報價 最後他 下訂單 這樣子的 不同的 四個流程 四個階段 那 傳統 CRM的理論裡面 比較標準的是 通常有四 七個 步驟 這個銷售 有七個階段 那 Odo裡面 是把它簡化成 四個階段 所以你大概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 對應 這個四個階段 比較簡化的 就是 New Polify 跟Proposition 最後假如他 已經有付款的話 有開發票 那就是 這一個 就是 結單的一個 狀態 我剛才提到一個問題 下訂是 我自己全部寫的 那 我的問題 是有點就是說 我在做下訂的時候 我常常客戶 會有分類的問題 比如說 A是到已經 到洽談了 像我就有過濾 我自己就有做過濾 就是說 A已經是 就是 差不多已經 就是在推一把就可以了 然後 D狀況就是 已經 它是要到年度結案的 它可能是 要等半年是 多久才可以再去談 那 像我就可以過濾 一個過濾 那偶助是不是 下訂沒辦法再過濾 然後要自己寫 還是要幹 就是這種 案根據每個客戶的調性 或者案子的狀況 它有說 一個客戶 甚至有兩個案子 在手上 那這種狀況就是說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就從這一個 比較整體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了幾個情況 第一個 對它有分類 你可以用顏色來分 假如這一個顧客 他有那個 算是採購的興趣 可是他明確說 比如說三個月之後 再來找我 假如是這種情況 那 你最好是用 黃色 來代表 這個case OK 綠色就表示說 這個案子 沒有 就是 到下一個階段 沒有被卡住 你就等個下禮拜 或者是 盡快跟他再聯絡就行 綠色的燈號 代表這一個 opportunity 是順暢的 沒有被卡住 假如他已經明確跟你講說 三個月之後再找我 這三個月之內 我沒有空跟你談 那你就可以把他標成是黃色 你可以標出說 三個月之後再去找他 他裡面可以搭配 calendar 所以他的強項是在於說 CRM的所有的一些細項的操作 不一定是在CRM裡面 同一模組完成 而是搭配 五度裡面的各個小的模組 而且這些跟派工有關的這些活動呢 像我們公司在使用上面 就是搭配這個 calendar 因為你 你假如三個月之後要去拜訪這個客戶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三個月之後要去拜訪的動作 那個排在 calendar裡面是最合適的 這樣子有 有算是有 那他整體的這個管控的界面呢 就是用顏色 所以你假如比如說沒有卡關 他很有興趣跟你做這個商品的採購 你的業務就是下禮拜跟他排界面 你就可以把那個報價單 甚至把旁邊拿給他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排一個下禮拜去跟他 業務去跟他拜訪的時間 然後這個排成綠色 沒有問題 所以你在那個業務經理 就可以馬上從這個畫面看到說 下禮拜已經有一個排定的工作 OK 然後 假如那個有卡關 或者是那個拜訪的活動 可能要延遲什麼的 那可以把它弄成黃色 那紅色呢 表示你有一些要做的事 其實已經 你的業務已經太忙了 已經 已經 那就會變成紅色 然後呢每一個階段 從 前面 完成了 那你可以把它移到 那像這個手動可以移到下一個階段 OK OK 請說 這個是只有一個 如果做多個業務 他有參與開來嗎 OK 有 你可以在這邊設定這邊 可以去分 Sales Team 那每一個Sales Team 又可以有 那個 算是 區域的業務主管 他就可以再去管底下的業務 所以他這些 利 利 就不會互相 這個是我的客人 別人就看不到這樣 這個是個業務的客人 只有他看不到 其他的業務不能去跟他搶這個客人 他預設是 所有同公司的人 大家都看得到 那所謂搶的話 就是 除非你要設定到說 他連看都看不到 對 那 必須這樣 因為 別人打電話過去了 另外再打電話過去 我明明都跟你講好了 幹嘛又再打電話過來 OK 假如看不到 因為 有時候 有沒有 都打電話這件事情 反而是要看到才有機會去做管理 Anyway 我要講的事情是 他預設是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 但是 邊 有辦法把它設定成 是只有自己邊 他 應該一般來講的規矩是 只有同個group 看得到自己 其他group 看得到這樣 都有點這種方式 對 那這個在 偶渡裡面 他預設只有送給你 三個預設的 全線的分法 按這種細的 你就要去做 西部的調整 甚至要把這個調整的結果 寫到 那個自己的模組裡面去 以後 偶渡升級 你就要再重新 apply 你的 那個 模組的設定值 這個是原生 對 原生的是 原生從哪裡都看得到 所以如果從 Oka那邊來找 可能會有 就是 比如他可以找 業務之分 對 他的那個 全線的 那個 設定可以設到很明細 就是特定的欄位才能夠被看到 或者被修改 都可以設到那個 不過就要有那個 開發人員去把他寫到模組裡面去 對 對 那 原則上 另外一個困擾是說 每一個業務 他可能一進來 只關心我自己的 那個 客戶的名單 那 他這邊有一個 Fuelter 可以選說 是我的客戶 就有些列出來 那主管當然是 會關係說 我們團隊 對不對 這些業務 他們是不是 到哪一個階段 什麼的 所以 現在 我們可以 問他 的人 其中的方式 然後去 就在這邊的一個 進來的時候 我預設 他進來看了Fuelter 的東西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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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這個 這個 其實有點細 通常比較快的方式 是透過這個 叫Fearly 就是 我的最愛 對 因為 你剛剛講的是 特定的業務 他 可能一進來 有一個 特定的顯示的結果 你 建議的方式是這樣 你透過Fuelter 然後Fuelter 然後把那個 要呈現 一進來 要看到的那個樣子 你就把它記錄起來 其實可以記錄很多個 對 那這樣進來 你的這個 看板就會比較 類似做到那種全線 對 全線是一回事 然後是 有時候你一進來 想要看到那個更新的結果 你也可以記起來 對 對 這個技巧 我覺得蠻重要 很好用的 對 那 不知道的人 就會覺得說 我每次一進來 都不是我要看到的樣子 對 就會嫌他 不好用 那 因為 這個看板 要顯示 的 預設的那個樣子 其實每個公司 或者是每一個 業務團隊都不一樣 對 所以 你假如每一次 要一個工程 你就加入工程師 要改變他 那改不完 所以 應該要用的 全線第一個 這是第一關 然後有全線 可以看的 再把你日常常要用的 把它設好 把那個view給設好 然後記錄起來 你就拉這個 barrowing的view就好 這樣你就 就可以蠻千變萬化的 產生這個 自己 業務需要的報表 OK 這是一個部分 請問一下 view by view by裡面 view by 就可以找了 不要找 對 我把它整理 再講一邊 其實我們 等一下 可能 直接 看裡面 也是 可以 我 等一下直接看 好 對 簡單講一下 就是 view by 是條件 那 view by通常是 把你 四線已經 設定好的區域 通常就是業務區域 比如說 台北 就北中南 的業務團隊 那 他們 就會在view by裡面 做去區分 然後 view by裡面 也有日期 比如說 第一季 或者是 這一個月 的客戶 的狀況 所以 古板主要是 就是跟 那個區域 時間有關的 然後 第二 其實是 是這些 crf 資料的難為 的過濾 比如說 過濾 是不是已經到提案的階段了 或者是 過濾說 已經成交的 的 這些 訂單 就是 最上面請看 我要看 我要看 就是只有 紅色的發 就會 射在流程裡面 對 如果不敗的話 就是 你要看得很棒 所以 所有 所有 拉出來的那個 射上面 或是 它下面有很多 然後 那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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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第二 其實還可以自訂條件 所以 所有 錶單裡面 非常小的 不常用的 那些欄位 你都可以去 做篩選 當作篩選條件 這個訂到很細的 OK 然後 這邊 這邊 提一下 這個是 看板的View 然後 下一個是 列表 OK 所以 這邊可以化成 依照時間排序的列表 然後 這個是 呃 直條圖 就是把它化成是 圖形 好 然後 也有那個 Pivot Table 的 顯示 好 看一下 這邊 這邊 然後這邊是實際 去建立 CRM的 表單 幾個注意的 地方 第一個是 你只可以直接按這個 Create 建一個新的 那原則上 它就會在 New這邊出現 然後另外一種方式呢 是 有一些 客戶的訂單 你第一次跟它接觸的時候 它就已經 要買你的東西了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 不管是 quote by 還是 propose 的 的階段 就直接在那個階段裡面 按這個 按這個 加號 它就會新增在它下面 然後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講的 這邊有一個這個符號 代表說 如果 你填的資料呢 它會 連接到 聯絡人 羅組那邊去 也就是說 假如你這個客戶 是以前 在聯絡人那邊已經有見過 你是可以直接 再從那邊帶過來 它可以觀點過來 這個 也不是 太 令人驚訝的公文 那 六分發展有什麼 關聯 蛤 六分發展有什麼 創建有什麼 關聯 你說這兩個 區別的 的 有什麼差別 在六分發展有什麼 然後 進到發展有什麼 東西 那 跟你直接從發展有什麼 它只是不同的階段 那階段其實是公司 依照自己 那個 就是 銷售條件 可以去定的 對 那假設我有兩個 兩個任務 然後 A任務 直接發展 B任務 它是從前 運到發展 那我不會 再做一個 就是把 A的發展 跟B的發展 去做 資料去做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 不過 假如有這種 不是 預設的需求的話 那可能就要另外一個 客製化行程式 對 然後 然後 我再順便講一個 跟 那個 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說 假如我一個客戶 可能會有興趣 去買我兩種產品 同一個客戶 那我的經驗 而且比較好的方式 其實就把它拆成兩個 對 而且 它 那個 Odo CRM 我覺得是 比較開放性 有彈性的 就是說 這個 opportunity 它其實沒有限定你 到底是賣一個產品 還是賣兩個產品 所以你一開始 可以純粹 就定一個 一個 就寫一個單子 叫做 某某客戶 對我們的產品有興趣 到底是一個產品 還是兩個產品 你都不共管它 等你到 實際它要下訂單的時候 它說 我要一次買你兩種產品 而且有各自的報價單 你可以在那個時間點再拆單 這不會有影響 你那個 我們回到剛才的這個畫面 你這個標題 你這個金額 當然都是同一個客戶 標題是可以改的 金額是可以改的 所以 你假如到了 這個qualify的階段 這個客戶跟你講說 我原本只是要買一個產品 現在要買兩個產品 那你就可以再開一個新的那個 對 一個訂單 然後同一個客戶 可是標題型 那金額你也可以拆 這個都沒有關係 那 可能另外一個 跟你剛講的那個有關是 你可能從這邊拆過來的新的單子呢 你還是可以做一個內部的關聯 這個不管是在欄位裡面做呢 還是你就用它那個 註解的 註釋的功能 它的註釋欄位 你也可以這樣這種方式做 這個都是 你不用寫程式 它裡面就有些 內建的欄位 你就可以去應用 然後 OK 這邊我要特別提一下 這個蠻有用的是 你在它的後台這邊設定 所以CRM這邊 你可以替你的網站 設一個email 信箱 然後這個呢 外面的 這個人家寫信進來 它就會變成是CRM裡面的 它會自動幫你開一個單 就對了 在內容那邊開一個單 你可以設定成這樣嗎 它燒到信件就轉成那個 對 信的標題就會變成是 我們剛才的那個CRM的標題 然後它的email 它的那個信件的名字 就會自動進那個聯絡人裡面 反正就自動在聯絡人的建立筆 依照它的名字還有email 然後成為那一個 CRM的那個新的表單的資料 透過email就寫了 因為它出了單 對它有端端 可能就是一個什麼 尋假的信件 然後就收一個自動 對 那當然它也可以 怎麼講 就是說 它有興趣 寫信來問 那其實就應該要被CRM管理 那它就把這一段給自動做 那假設 比如說 這是我寫email來 我說 我要 詢問報價 然後呢 這一個 就會自動件 我講一下 這個自動件 然後業務主管呢 就 進來這邊 你就選 這個salesperson 你就選說 要把它指派給誰 然後呢 那個salesperson 就會收到通知 說 這一個 詢問的 案子呢 業務主管指派給我 它就會收到這個信 那它點這個 就會直接跳到那邊去看 就是去follow那個案子就對了 所以它在 在那個 odoo裡面是這樣穿的 那 這個呢 就會跟 我剛剛講的行事例 還有那個 discuss有關 因為這些 記錄都會在 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模組裡面 會跑出來 OK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 那個報標 filter 就是篩選 它可以 直接跳到 你對應的資料 或自訂條件 那group 通常 除了那個 區域啊 和時間的區段 你可以選以外 你可以選 特定的銷售員 特定的銷售的團隊 或者選特定的銷售的狀態 好 那那個favorite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 設定好的查詢的 的條件 記錄就 我們記錄下來 那這個報標呢 它 你也可以把 那個 剛才的那些 選定的項目呢 做 欄位的匯出匯入 好 那這邊我把 偶渡 有資源的顯示方式 都列出來 就是看板啊 條列啊 閱歷的方式 Pivot View 書有 圖形 社群版 那邊也有嗎 欸 這個是 企業版完整的 那社群版 那 社群版 那個 O2 那個 那 那 像 對 像這個地圖的顯示 好像社群版 至少到 13版都沒有 那 我只是先把它 完成列下來 可能 要到 那個 14以後 他 這些才會都 進入社群版 來 來那個 被納入 OK 然後這個是 我在公司裡面 我覺得也很好用的 而且 其他的 CRM商用的 產品 也未必做得到的 或者是 他們都是偷懶的方式 這個是 O2裡面有 Calendar的 模組 也算是蠻 蠻基本核心的 一個 功能 那 基本的 就是跟那個 BlueCalendar一樣 你可以做會議 你就拉一段時間 然後 去 定義說 你要開什麼會 然後 來開會的人是誰 然後他就會通知 他說 什麼時間點 要開會嗎 OK 這是他基本功能 比較特殊的是 O2呢 它可以跟 BlueCalendar做同步 你到那個後台 後台這邊 看一下 後台 後台 的設定 然後 下面這邊 它可以整盒的項目很多 我覺得我們剛剛前面講過 Google Drive Google Calendar 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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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們選這個 那如果我註冊的是雅富的新箱 一樣 你假如是用雅富的新箱 對 我剛剛看到是Google API Google API Google API 就是 你有給他那個 就是Google的帳號 然後 他說他還沒有 說你 是Google 對 可能是雅富的 是 那個 對 那是分開的 你只要 你只要你的手機APP裡面有Google Calendar 那 就 對 就代表你有Google帳號 你跟你這邊註冊的那個 E-mail 是用 比如說HardMail 那個沒有關係 你註冊這邊HardMail 那只是你的身份是 是HardMail 那個E-mail 對 可是他一樣是可以整合 他還是可以 他透過APR方向 他還是可以整合 Google Calendar 那這邊是官方的 的這個操作的 的這個步驟 原則上就是照他 這個做遊戲 最後呢 你的手機 的Google Calendar APP 你就 那個 應該是要先在 Google裡面 他會有一個 Sorry 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做 Sync with Sync with Google Calendar 然後點下去 然後他就會跳到那個 Google Gmail的 那個 OOS的 認證 所以你只要輸入 你的 帳號之後 對 就串起來了 你這個問題開來的時候 他應該會跳出一個問題說 你同步都會把你 Google 對 你要同意 那個 OOS的認證 對 對 所以他就算你了解 Gmail有錯 反正手機是 登錄的狀態 是啊 是啊 然後 這邊 我就 把 那個台灣在地 的社群資源 你在 臉書上面有 台灣 你就打英文啊 台灣 Odo 你就會找到 那個 算是社團 一個公開的社團 那LINE的群組呢 大家 我是把它複製出來 就下面這邊 有一個 紅布台灣的LINE的群組 然後 你假如是看英文的話 英文有一個論壇 那大部分那邊 我在做討論的人滿多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叫做大號號部 然後呢 你假如比較 懶得看文件的 你想要看影片的 那這個有一個 沈宏哲 對 他 就製作 他幾乎每個禮拜 都會定期做一個 不管是拍神還是 Odo的教學 已經累積好幾十字了 然後裡面 有深有淺 就看他 這一陣子研究了什麼主題 他就會做分享 然後商業支持 商業資源的部分呢 這個原子大概是最有名的 他有做線上的課程 這公司在台中 然後有線上課程 也有一些顧問服務 他本身是一個會計師 所以那個 柴塊方面的模組 他算是滿深入的去研究的 然後這是一家 在竹北的顧問公司 他們的特色就是 偶杜斯版 就是鑽研的滿深的 所以他們 就是對於開源 就是因為偶杜斯版的時候 那個 Open Source的模組比較多 後來被收起來的那些 企業版的功能呢 他們其實都不大根 他們就會建議你 就直接用偶杜斯版 來 來串 那他們核心的那些 柴塊啊 那些核心功能 他們都滿熟練的 在石板 這個有相當的 我用社群的 合作十四版 然後裡面的 那個 經典有沒有主要用那個 合作十版 合作 你有這樣試過嗎 有這樣試過嗎 可以這樣試試看 那當然 有 就等於是說要花時間去 測 剛剛講的情況 就是 你用十四版 可是 Open Source的 偶杜斯版 你把它拿來套用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理論上面可行的方式 但是要看他那個 套件就是 那個 語言 有沒有走到 有沒有經濟 就是 石板如果還有 就要往下走走到 跟石板同樣的 繼續 譬如我們現在成功到 看你同樣的 應該就會成功 但如果他到石板 他那個 螺族就 金字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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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弄他 他就 給他 OK 好 那我們 最後這邊 剩下的時間 我們來 實際 操作一下 社群版 這個部分大概只能變成是快速的demo 這是我用一個 算是 網路上面的一個網站空間 是一個linux的主機 然後我在上面 就用那個 社群朋友提供的script 然後快速跑起來的 一個網路環境 這已經有一個舊的網站了 那 剛才是 密碼不知道怎麼樣進不去 我現在就 要create一個新的database 這個 這個很重要 master password 這個是你第一次 在 啟用的時候 你要做設定 設定的時候 你就不要 丟掉它 不然你就 你的database 就會回不來 master password 要設定 然後呢 這邊 呃 我就寫一個叫 my new database 然後這邊的email 你寫不寫email 有什麼所謂啊 你可以直接用我 肯定 然後密碼 這邊我也一樣是肯定 ok 然後 好 這邊都選完之後 我最後把這個demodata也打勾 它會塞進去一些測試用的資料 然後你的網路就不會那麼的空暗 好 好 那這就是 創建一個全新的 O2系統 的第一步 這個在 它的網址就是一個 Database 的manager 然後這個界面 一樣可以把舊版的 資料庫 給 做 比如說備份啊 或是restore 好 OK 然後這邊 就是帳號密碼 要輸入 然後這個一個全新乾淨的 然後你看啊 這是比較偏藍橘色的 代表你在社群版的環境 然後呢 全空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這個界面 去選用我們要的模組 然後 這邊有紫色 而且寫 Install這個 是 你在社群版裡面 眼前就可以 Double 使用的 比如說 這個 Sales 好 就按一下 就撞進去了 這 就是 upgrade 對 那個就是 只有在 企業版裡面有的 所以你想要點它upgrade 它就會 跑到那個 對 付費的網頁那邊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剛剛討論 那個電子商務 那個網站 它在這邊就是 顯示 可以install的 可是就是在那邊 是一個什麼 每個月15塊 為什麼會 會這樣分別 我剛剛看 就很好奇這個狀態 就是在這邊 寫字是 沒有刷手機 可是在那個 雲端版是什麼版 因為雲端版 那邊 雲端版 就是我剛才講的 光碗 你有帳號 然後去選 你只要選第二個模組 那都要開始收錢 所以 雲端版那邊 雖然是企業版 可是它允許你 一個模組 單一模組 你連錢 你選了第二個 就要開始賺錢 沒有啦 像這個角度來 這個東西是 善於自己電腦的 所以那個按鈕 是一個有定格 然後那個定格 或者URL到官方那邊去 然後把他的那個 相關的 Python 不管是在他公開 或他使用 不管是去 跑下使用 然後免費的話 就往去 大家購入那邊 去把那個東西 改下來 然後撞到你的電腦裡面 然後就算你掉裡面 這個模組 就可以用 這樣子 OK 因為你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我可以 事後再 跟你確認 那我們這邊 看一下 這邊全部有63個模組 這個是 歐度14版 現在有63個模組 那其中 只要有看到這個upgrade 就是企業版 預設要錢的 那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選 選幾個都無所謂啦 只要是eStone的 然後你看喔 我剛剛只有選sales 然後他連invoice 也幫我裝 表示這兩個 是相依的模組 你裝他 就一定要有他 那他會自己幫你選 對 他們就是 歐度 有把它分得好好的啦 所以你不至於說 那個 自己要一些三毛巾 這些 你裝這個是不是 哪一個要 要裝不裝的 他都會自動在底層幫你 做好 這些管理 然後 我舉個例子 我們這個 我們剛才的那個 辦例 想要介紹 是這個CRM的這邊 往上去 OK 所以 社群版的好處就是 只要能夠install 你都可以 他不會有 像王王那樣 選擇 可以說要今天的 你就 打勾 然後 一下子他就幫你整合進來 好 然後剛才講到說 這個CRM裡面的 你看我點了 我只是選了兩個 現在已經有一大堆模組了 OK 那這就是我們剛 簡報裡面介紹過 然後你現在實際都看到了 一些 一個 Demo的環境 然後呢 這就是 VILTER可以 做的設定 OK 然後 我這邊示範一下說 平常呢 假如這一個 新的案子 你假如要做 這一個 呃 比如說 任務進度的安排 我會建議你這樣子 你在這邊 結合 行事例的功能 好這邊 schedule一個 activity 你假如是 那個 業務經理 你就 就這邊 排一個 排一個 任務給他 比如說 叫你的 底下的業務 一定要跑去 拜訪這個客戶 你要叫這個 業務 一定要去做 這個 報價 然後呢 為什麼我說 要用會議的方式 是因為 這一種的任務型態 一定就可以 跟行事例做結合 我知道 我們公司裡面 那些業務 他們 派工都是要 跟行事例 就是要在他們的行事 裡面看到結果 他們才會覺得 那個 怎麼講 他們習慣就是這樣的 那到這邊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去拉時段 早上10點到12點 這個提報會議 這個業務要 要去執行 好 我是主管 這一份 我就可以再把它 編輯 指派給 實際 實際的那個 業務人員 比如說 這邊就可以選 派給他 他就加進來了 OK 然後到時候 那個業務去跑了之後 他要回報 整個結果 一樣是在這個行事例裡面 去做記錄 這個是Google行事例 的記錄 這個你假如 跟我剛剛講的 你做了那個 跟Google calendar的連結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 sync with Google calendar 然後這個 資料就會跟 Google calendar的同步 有興趣的朋友 等一下可以來我的手機 上面看一下 這是可以做到的 那這個對 一般的那個 應用團隊 這樣已經 算是 怎麼講 已經可以堪用了一個流程 然後呢 你在 Google calendar裡面 假如去編輯 那一個 行事例的內容 他這邊會 同步 被更新喔 然後而且補一封 Email到你的 那個 Gmail 去提醒你說 有 有更 有更動 是Gmail還是 真的嗎 都會有 都會有 所以雙向 那 做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已經算是 蠻 蠻方便 OK 所以我今天是 主要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只能把 這 這幾個 算是 常用的 功能 我會建議大家 有空 還可以再多 多操作練習 然後發現一些 應用上面的場景 可能是 是問題 那自己搞不定的 就要跟 這個社群上面的 夥伴大家一起研究 有很多 很多高手 就有一些 很 很特別的 應用場景 他們都是試過 可以生命很多時間 這樣子 好 好 那 我 這邊 剛才 是這個嗎 OK 現在 如果 派人 你們要 原來與其他 有什麼 那 講到 城市語言 那個 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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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因為 他是用 派人寫的 那 我順便 介紹一下 就提一下而已 這也沒辦法介紹 我 網路上面下載的那個Squip 他會 預設裝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用這一個 Windows的 那個Subsystem 然後就可以 裝一個無光圖 然後透過那個Squip 他就可以裝在 那個 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面呢 就有完整的 Auto的Squip 裡面都是Python的程式 然後他的設定檔 在 ETC AutoServer 點C 點Conflict 在這裡 所以設定 啟動的設定 你在這個地方 改這個設定檔 然後 Squip 你假如自己開發的 放到這個Custom 整個目錄 我假如這裡面有一個 Outo自行開發的模組 我下次再啟動的話 你在剛才的這個 後台那邊 你就會多了 對 多了一個 你自己開發的那個模組 你可以啟用 可以安裝 它就可以新增 或者是 你在那個 自己開發的模組裡面 去覆蓋 原本 原生的設定檔 這是他 Outo模組的一個 管理機制 它的概況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 時間的關係 介紹到這邊 假如 有沒有一些問題 想要特別提出來 我問一下 就是同一個公司 裡面 不同使用者 剛剛沒有提到 其他使用者 怎麼樣去 新增管理 他們 OK 剛剛簡單提到 不過 我們沒有 控制器去 我來 介紹一下 在 設定 對 在設定 在這邊 我們用 社群版 設定 這邊 網頁版 也是類似的 對 它的位置是一樣的 在這邊 管理機制 在這邊 OK 你可以建立新的帳號 或者是管理舊 或者是管理舊的 這一個 帳號 OK 那比較複雜的是這邊 就是它的這個權限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CRM裡面 它有 這一個 你看 它預設是 這三種權限 要嘛就是 全部給它 權限 要嘛最小的就是 它只能看自己的 document 然後這一個 all document 就是 你的 業務 都可以看到其他業務的 這個資料 所以它只送給你 三種簡單的 權限的設定 你只能選其中一個 要嘛就是 最沒有權限 就只能看自己的 每一個都只能看自己的 那要嘛就是 大家都一起分享 然後 當然第三個 權限是最高的 它是可以管別人的 那只知道 業務主管可以 這個權限 那 這個 這邊是 帳號的部分 然後 常常見一個問題啊 是 假如 這一個 帳號 它 忘記密碼 那你可以來這邊 可以強迫 去指定新的密碼 這也是 一個初期 管理帳號都常常 遇到的問題 因為它 改密碼的位置 不是很好找 這個 就只有 你的密碼 對 這個是要 Admin 的權限 才會有這個 權限要夠啊 它能夠改 其他人的密碼 它也可以送這個 Husworld reset的 那個通知啊 不過 你 email server 要設好 這個信才會正常記出去 那 它的email server 要設定 有蠻多細節要注意的 它的email server 可以支援到 哪些 你可以 email server 因為我們公司SMTP 也要管蠻嚴的 所以 設了之後 後來發現反而 很不好用 那你也可以用 像 Gmail 網路上面有教學 不過 也是要試過才知道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 謝謝